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前进关键马 那又说周线了 台股今天尾盘在往上拉 也就代表2万点 未来会变成支撑 2万点未来有可能变支撑 为什么 我看今天来 最后一盘 由黑欢红 那这一看就知道 台积电 是不是台积电 就是台积电的功劳 龙头不倒 就不用一色立场 来看这里 你看大盘 好 欢多在这里买进信号 17151 请问这过程里面 有没有出现卖出信号 都没有 对不对 这就是大盘 大盘很强 好 这台积电 昨天出现买进信 今天 当然继续涨 这一段一段 股票市场就一段一段 翻多 好 这里翻空 再翻多 涨到796 好 翻空下来 现在又翻多 好 你看四星 古王 四五六五 各位 只要他翻空下来 必须给他时间整理 好 这是广达 你看 幻多 他持续涨 用四星跟台积电比 也就台积电 574到现在 不断创新高 可是你去买四星的人 跟买台积电差多少 有啊 台积电 574在这里 随便买四星 但是你买四星 同一个时间买四星 全部赔 这叫时间 勾赔是好勾赔 那我为什么一直告诉各位 我在上个礼拜 我把我所有的股票 全部换成一档 AI小物資也换掉 还有IP股也换掉 在新贵我也把它换掉 对了 这个标题 这个新贵股票请 那个我们贵股把它拿掉了 因为这里已经不做新贵了 好 那我为什么要换 我说我是个人格者 这个股票做不错 没关系 这个可控制的话 几个person换掉就好了嘛 然后重新再来嘛 所以有很多投资人 包括我的会员 我常常讲那句话 我从来没有放弃各位 但是你们放弃我 那你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没有虔诚参与 你会错失很多啦 我常常还讲你放弃我了 可是我还是没放弃你啊 我在这里还是一样的啊 我还是一档啊 当你放弃我的时候 你乱跑 这边你买那边你买 然后呢 然后 你自己今天收盘了嘛 你解释一下好了 解释你的持股啦 不能用你买的价钱啦 是今天收盘价啦 你的资本还剩多少 你有企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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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上个礼拜 全部换 我说我的投资人啊 我把它算一个人60张 我说算50个投资人就好了 50个会关就好了 所以你不要算了 一个平均60张 50个人 我说我未来会帮他们 创造多少财务 你们都会作证啊 对不对 就60个 60张啦 一个人60张 50个就会你就好 我希望你也是其中一个啦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布局这种 今天喔 今天收盘 硬气真的很好 硬气很好 他今天的收盘 长线喔 周线就是长线啦 因为我待会很做股票 因为我 做股票都做很长 因为买股票也买一段时间啦 所以短线一定会震荡 可是当长线欢多 会怎么样你知道吗 来我们看 继续看喔 来 这是大盘 长线欢多在这里 这周线啊 欢多就一大段喔 好 这是台积电喔 你看长线欢多在这里啊 好那因为这里下面有价位 所以看不出来 我们来看四星好了 四星长线欢多 这七百三十一 各位有看到喔 请问你看到这过程里面 有没有出现卖出信号 喔有 四五六出现卖出信号 七百三十一到四千五百六十五 他才欢空 这叫长线啦 那你多少 你告诉我这样多少啦 你告诉我这样多少 好再来 广达也是一样 广达 来 这二八二 好这里叫六九点三 六十九块三毛 这里长线欢都一直到两百八十二 这样有多少 会算喔 七十块把它整数到两百八四倍 四倍啊 所以为什么我们 我说我们盛科诺 因为是去年 九月一号才在上电视 当时来 当时广达已经两百八十二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做这档股票 因为我说我错失了 我错失了广达这一段 我一定要想办法找一档 让我的投资人 其实我们现在找的这一档 正在买的这一档 我认为广达算这种涨幅算小孩 为什么 来 我们一档一档股票来追踪 来 东哥游艇 我相信假设你是我投资人 假设你是我投资人 赶快回来 你不能说 老师东哥游艇我们又没有赚到 我们只赚到长盛三五倍而已 东哥游艇他十几倍没赚到 可是还是赚 你不要乱跑 有的人是这边也跟那边也跟 你知道中间过程好像陈老师股票不涨了 结果你就跑掉了 我给你机会 我就问你 今天的收盘 股价收盘了 你还剩多少 如果还有剩 又有缺 如果你还不理他 其实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 我要请我的投资人换股票 我常常在讲 我都亲自打电话 不然就亲自赖 你一定要换 一定要换 输不重要 而是要往前看 输一点 或是没赚有什么关系 三五个person给他 撩三八贪五倍 撩三八贪三倍 你有哪一个 你还在 还 还 叛得五 赔三个person 赔五个person 你还陷入那个泥道 那你怎么赚钱 而且我告诉你 我们这档股票 今天收盘 桌线翻多 因为我现在这样讲 以后拿出来 你说 老师我不能口收五品 因为今天桌线翻多 那个点 桌线那个点 很明确 你看桌线 这个点都不能骗人 这个点不能骗人 对不对 我到时候把这个 涨幅碗的图拿出来 这涨幅的 我认为 因为预估是今年会 最大涨幅的一档股票 它的后面的题材 我现在一定不能讲 我说 我要让它涨到五成 我才会拿出来 那因为到底 还没涨五成 股票还没涨五成 代表都还在底部 不是吗 而且下个礼拜一 礼拜二 我认为都还不会 因为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要涨五成都很难 累积下来 要涨五成也是很难 反而是因为 今天桌线翻多 那翻多代表什么 如果拉回 那虽然是天大的礼物 有拉回真的不买 可惜 如果没有拉回 还是要买 为什么 我们来看 东哥游艇 十七倍怎么来的 看到 39.25 桌线是桌线 翻多以后 一路上当然 东哥游艇是比较 比较难操作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就这样 一路上 可是他还是到668 这样几倍 这样十七倍 我虽然没有做这一档 可是老实说 做这一档 也没有那么好做 好 再来第二档 第二档 材料KY 材料KY 当时我刚好休息去美国 圣克洛针线投顾 他是去年八月才成立 所以我们当然没有这档 来 你注意看材料KY 从104.5出现买进信号 这桌线 好 你注意看 请问 红色点在这里 这黄色点对不对 卖出买进 然后一路上 请问有出现黄色的点吗 没有 都没有 涨到1265 才出现卖出信号 看到 104.5到1256 你在想一档股票 涨十倍 都没有出现卖出信号 你有这种股票 你不是涨到那儿 不然你是什么 你有这种股票 你就涨到那儿 你没有涨十倍 会怎样 涨到那儿 涨到那儿 但是你一台没收好兄 对不对 为什么 大部分人 就像我刚刚所讲的 股票稍微整理 整理一个两个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有些会人到齐了 沈老师股票不去 人家都涨到那儿 那儿涨到那儿 你就跑了 跑了你去追这边 那边也追 然后呢 我结论不要我讲 结论你们自己讲 今天就收盘嘛 你赚什么 贪欢喜嘛 有很多人 好像都赚钱 对不对 这种涨到那边涨到那边 可是你没有卖掉的 你在手上的 尿得黑 去追涨到的 可能隔天 赚 赚几两趴走啊 赚到的 他一直都怕赚到的 那 那个逻辑我就想不通 说 我说我没有放弃各位 假设你 还在外面流浪的 赶快回来啦 赶快回家啦 我这隔夜没会员啦 没什么会员啦 所以我每次 我都有感的话 当我那隔夜 没什么会员的时候 我就知道我的股票 开始要 开始要涨了 开始要去啦 开始要去啦 而且今天 今天正式 桌线正式翻多了 那个桌线到底 中长线翻多 那个力道有多大呢 来我们再继续看下一档喔 好 各位 下一档叫现在进行市嘛 现在正在涨的股票啊 叫华城 好那 华城涨多少 我们来看喔 你看到叫桌线嘛 对不对 这里桌线喔 三六点九这里出现 买金行道 一路上攻到这里 这两百多喔 啊这里曾经卖出 这里重新在买金 这一段 或许没有赚 或许手续会亏 也没关系啊 可是现在七百一十六 七百一十六的逻辑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说我为什么很多人去追涨停啊 因为你看到涨停的那个灯喔 涨停那个灯喔 你好像在看到那个灯 好像看到春耀一样啊 春耀啊 买东的啊 那去促啊 那涨停才是多少 你去找 你去找的涨停的灯而已嘛 你能断这个三趴 我发现很不错了好不好 可是你都没有想过 注意看喔 假设你买在这里三十六点九 对不对 三十六点九三十七喔 今天喔 今天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他没有很强啊 他也不过涨七趴 华城这个礼拜没有很强 这个礼拜五天才涨七 七个person 七点三七 他涨四十九块 你在这里买三十七块 我问你好了 你要一百张三百七十万 今天的华城没有很强 没有涨停 这个礼拜也没有很强 也不过涨七个person多 对不对 你买了一百张 三百七十万 可是今天他没有怎么样 你今天这个礼拜 你就赚了四百九十万 你是赚超过一倍啊 你没有想到股票 你没有想到股票 为什么要买了以后 你如果买到股票 你把它黏 黏了 黏了然后呢 来回操作啊 所以我说 来看一遍 华城来这里 9月1号324 他跌到了11月13号 9 10 11跌了一个半月哦 从324到215 如果我做这样 我会带你啊 卖出再买进 卖出再买进 再买进啊 卖出买进 卖出再买进啊 这段避开一点嘛 这段也避开嘛 对不对 跌下来 避开 赚一点嘛 跌下来再避开 重新再买来嘛 所以我说 像华城这种股票 假设他到今天 哦 很可怕哦 到今天已经几倍 已经15倍了 19倍了啊 你有試过吗 你有那经验吗 一星期 这支股票没很重 华城 涨了7点多一个person而已 结果你买的价位 今天一个礼拜 你是赚一倍 五天你赚一倍 是不是这样子 是啊 所以我说 这档股票 我再讲一遍 他今天才正式 周线还多 因为我以后会拿出来嘛 拿出来今天 周线还多 那个点 不是我自己画的啊 那点就会 未来会给对印证啊 啊 你流浪在外的 你蒙蒙不要不要 他快要倒了 我做一档股票 因为你们都认识我嘛 对不对 你们办公室 你去收收的啊 你们总应该 有所感觉了吧 开始哦 你开始了哦 打电话来参加会 然后掃描 我Q我够留电话 休息一下再回来 欢迎回到前进关键码 今年很热闹 对不对 重电股啊 AI股啊 想到AI 已经整理了嘛 不是吗 再看一遍好 来 AI啊 IP啊 世新 4565下来啊 台积电574 792再涨 世新已经下来了 可是你有没有去想到 世新是从731块周线哦 长线还多到4565 涨了几倍 6倍呢 这6倍呢 然后才翻空下来 周线啊 所以 AI也涨了啊 IP也涨了啊 中电股现在正在涨啊 来 滑城啊 前一段时间的材料KY啊 来给各位看材料KY啊 104.5这周线哦 中长线翻多 一路上 请问他有他有没有回头 以后都是震荡而已啊 有没有翻空 没有啊 到126 涨10倍才 哎 才翻空下来 每年都有标股啊 啊 那 那个 选美小姐哦 什么美国小姐啊 或是中华小姐 什么 选美小姐 选美小姐 选美小姐会不会每年都是那个人选上 不會啊 一年才一个 世界小姐每年都只有一个 新的股票嘛 不是吗 你已经想 是不是这样子 那个涨10倍20倍都不会再来的 不是不好 而是 你告诉我 你叫基齐嘛 不是叫基齐吗 华城从36.9 涨到现在716 36.9 你说716要涨10倍吗 来 716有办法涨19倍吗 有办法吗 一定没办法了嘛 啊 你现在在 在热中 重电 或许 有啦 你要拿去弄倒嘛 可以啦 有些人认为 我意高人胆大 我去穿重电喔 去穿AI股喔 那你们回头想一下 对不对 来 华城你为什么不在这里买 前年的年底啊 7年的年初啊 啊 这一段是你的 你在这边 有 有些投资人真的想不通 我说 看到涨停 就好像看到春耀一样 赶快冲喔 再讲一遍 天天收盘了嘛 你在看多少 我们上个礼拜也做得不好啊 可是我依然竟然 要我的投资人外回完啊 全部换掉 我们就在一档股票 我讲的是 上个礼拜慢慢接 这个礼拜还在接啊 今天正式换多啊 啊 好 AI体裁 IP股也涨啦 涨十倍 几倍有啊 这几倍 各位可以算嘛 再看一遍喔 这几倍喔 来 就单单 单单单看 你送 单单我们看 事情就好了 你看到了六倍啊 啊 广达就四倍啊 是不是 这都看得到的啊 再来 这叫材料KY啊 这几倍 十倍啊 啊 这花城 十九倍啊 不是吗 那你开始去思考 要笑嘛 人因为思考 而伟大嘛 人跟搞不然不一样 搞不用笑的 搞是直接反应啊 你用直接看得到 看得到长天六十 你就搞嘛 对不对 直接反应看得到金桨六十 对不对 没有人要这样啊 因为去思考 想得通 财务就是你的 好 我问你 我刚才讲的AI 不知道行情 那个还是继续有啊 可是那个 那个最甜蜜的 那个买点 起账点已经过了嘛 不是吗 重点甜蜜点 最 我们叫黄金买点 也过了不是吗 啊 还是你要做这个 好 幸福我有跟你们讲 对不对 这些所谓的 哎 这叫什么 高股息啊 你看 哎 年龙哥下来了 常总你看有赚吗 下来了 你看 新普 哎 这两个礼拜新低啊 新降也下来啊 情况也下来啊 你告诉我 你能赚到钱吗 而且这些 你赚不到这些钱 他还有什么 他还有天花板 他长太多了 不行啊 投信率卖 为什么 殖利率不够啊 我当然在讲嘛 他如果抓殖利率5%嘛 10块的股票 200块是标准的 他如果长到400 投信率卖嘛 啊 就代表他不会长到400啊 就用我讲来 请问投信会去买 高股息会去买这一档吗 会去买华城吗 保证不会嘛 而是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投信不会买这种股票啊 而是 高股息不会 可是如果 一样有题材的 像ETU的 只要不是高股息的 成长股 为了还是会发行啊 不是吗 那你开始去思考 现在三月底了嘛 好 下个礼拜就结束了 四月开始 五月六月 我们讲第二季就好了 第二季你开始去思考 诶 台湾有什么样的 议题题材 或者有什么样的ETU会再出来 不是高股息喔 高股息 高股息股票一定不会涨嘛 高股息是 纯粹是配息的嘛 我们不讲高股息 那如果有这成长股的啊 那你你开始去想 那你遇到你就赢了嘛 遇到你就赢了嘛 遇到你就赢了 那你赢了 因为我已经帮各位找好了 我说 这档股票来 这档股票他 他正式翻多了 今天啊 桌线喔 因为 今天 今天大家记得吧 3月22号 3月22号 再给各位看一遍 3月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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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点赞 这里正式翻多 看到吗 因为 3月22号 今天 我有一天会把这个图拿出来给各位对嘛 请你把这段YT 可以看得到 把它都录下来 有一天我们来对 我不能可说无凭啊 不能说股票今天涨上去了 说我是这一档 不是 因为今天不能改嘛 今天桌线翻多 我的那档股票 他出现这个红色的买进信号 那一定不能假嘛 而且我们买了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终于 桌线翻多 那桌线翻多 它会不会马上涨 你看嘛 你看这里 这里翻多也 好了 六九三都有七八十而已 可是282 这里翻多 这里是 算八百好不好 这里是四千五 所以我说一定要五成嘛 翻多以后 算下来五成我一定打开 为什么 因为五成我的投资人 他们的成本就在安全地带嘛 你们如果看电视不想参加会 你去拉比赛你拉啊 我说跟我们会员的成本也有断 我不怕你们拉比赛嘛 对不对 可是你如果想说哎呦 现在我是从来不骗人的 因为我说我是个人格者嘛 我一档股票就是一档啊 一生贤命啊 而且你看我上个礼拜跟 跟到这个礼拜两个礼拜 我不断的告诉你我股票不对了 换掉了换掉了 AI小物丝的IP股不对 就换掉嘛 早拍一来可以忍受啊 你股票呢 还有一点就是 有人盯着你 要换要换没有 这才是重点啊 你参加投资就 你就参加你了 你就像没人的 人没有在插你了 人都问没有人理你啊 打电话人家不接啊 可是你只要知道 把圣克诺证件 投过的会员 任何问题 不是我亲自回答 就是我们的公司的助理 会回答你 特助会回答你 会回答你 你要报吗 还不要报 其实我买股票 买就买卖就卖了 我们不会犹豫啊 国家长就要记力操作 所以为什么 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 全部 你不换 我就打电话跟你换 有人还有老股票 旧股票的 箱子里的股票 就你换 换了几乎都对了 为什么 这些股票不是跌就是还没涨 不会涨 我别说不好 但是这两个礼拜下来 这些股票都没涨嘛 你们不是吧 你们去检视看看 我叫你们换就没涨 那我们的股票呢 来 我们股票就在这个位置 就这个位置哦 就在广达的这个位置 看到哦 对不对 就在材料KY 104块的这个位置 未来会不会要10倍 哦 我有50个会员 每一个人有60张 我为什么一定要 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 我都在材料 我就把它平均嘛 假设我有50个会员 每一个有60张 当然有的很多 有人少了把它平均下来 50个会员60张 我这个节目一个月100万 这个月到现在 我收了小猫两三只 收了个位数的会员 好那 如果我做一个 一个啦 60张啦 一个我让他赚100块钱 那60张就是600万嘛 如果两个会员 那是不是我一年的节目会都来了 剩下48个会员 他全部赚到 我虽然我赔钱 我挂钱 没关系 可是我帮我的会员 创造多少财力 利润 为什么我是个人格者 你还留在外面的 都要 总要想通吧 改变从现在开始 赶快回来 打电话参加会员 只要救会员 特别以后会给你 好不好 如果你想这些信息的 扫描QR口 留电话 QR口 我们会告诉你很多东西 打电话 没同一个时间再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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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